国内知名文森保罗珠宝位于台北及高雄店无预警关门,员工担忧倒闭发不出薪水,负责人谢姓男子昨天出面澄清,指控两家店遭协力厂商恶意搬货,今上午在台北,晚间在高雄,分两地提告,对协力厂商王姓、彭姓及方姓男子,针对台北店部分告侵占,高雄店则侵占及强制罪。 文森保罗谢姓负责人今晚说,公司与协力厂商借5000万元,分六期偿还,已履行到第二期,但他另以个人名义借3000万元,目前未还,虽签支票,也给同额本票外加房产做保,但对方担忧他还不出钱,要求每晚,保管,公司部分珠宝保管制隔天早上还方式,作为担保。 他说,上周五在台北店名水路店内,半推半就下答应提供价值5000万元钟表,被搬走后,晚间七点多派人领至高雄梦时代店,他指应远清点高雄店的VIP式珠宝,对方一击人多势众,强行连VIP式外的大批珠宝也带走, 一进货成本换算,价值达1.5亿元,员工透露,当时协力厂商人员开来约七辆车,不少人身穿黑衣,夜班员工阻挡不及,就都被搬走了。 谢姓负责人指出,协力厂商搬走货后,隔天,上周六,都没归还,台北店部分设侵站,高雄店部分,因强行搬走未经谈妥的VIP式以外珠宝,已犯侵站极强制罪。 谢姓负责人今天上午9点多到中山分局大直派出所提告,下午显身孟时代店与员工开会,并开记者会说明,晚间到前任分局前阵街派出所,由员工制作证人笔录后,他也将当天监视器画面提供警方,要漏页完成笔录。 谢姓负责人,又二,金像孟时代店员工说明,记者林博华翻设,分享。 文森保罗珠宝孟时代店目前没商品,记者谢梅分摄影,分享。 协力厂商来搬货的监视器画面,记者林博华翻设,分享。